这个连翘呢 好 各位看看 你看那个产地 四川产者最好 四川的连翘 品质最好 这个性味呢 味苦心 苦味腥味的 连翘呢 是善结清火的 主要的药 那张仲敬呢 使用上面也是在清火解毒 消肿排龙上面 那临床上面呢 包括皮肤病啊 我们有热性的症状 皮肤里面红刺 我们都会使用连翘 小便不利 小便刺痛 也会使用连翘 这个大名呢 说童小肠排龙 致疮结 止痛 你看他所有的湿热的症状 因为连翘本身药性是寒性的 所以湿热的症状 通通可以使用 那唐龙川 你看连翘长的样子 他说连翘长得像 很像心包 你看心脏的外围心包 直轻 非常的轻 胃骨 所以能轻心 和上焦头目之热 所以如果说 牙痛 鼻栽 眼睛的刺肿 刺痛 青春痘 都可以使用连翘 好连翘 这个药呢 连翘我们常常跟银花 放在一起使用 好 放在一起使用 剂量使用的时候 一般来说 两钱 三钱就很多了 好 两钱三钱就够了 你也不需要开很多在 这个连翘里面 好 虚症的人 少用 因为连翘本身就是 清热 他没有滋补的功能 你可以看他的 那个中药的样子 干干的 没有这个壳 你拿到药 比较有精液 比较湿润的 都有滋补的功能 在里面 比如说你看到 姿母 有没有 麦冬 有没有 当归 生地 手地 你看到连翘 干干的这个壳一样 好像花生壳一样 那个瓜子壳 有没有 它本身没有滋补的功能 它是清 清除 没有滋补的功能 所以虚症 没有滋补的药的时候 没有滋补的药性的时候 虚症的人 人很虚的人 不用 金方里面 有没有 这个麻黄连翘 赤小豆 有个方子在里面 303 304 还有305 这些药 都是已经失去了 很少 很多人 就像我们前面的很多药 已经没有人可以认得了 我们很少用 很少用 所以看看就可以了 这个306 来 看这个 早修 长这样子 长这样子 好 早修 那这个厨房呢 过去我们使用在 他们解蛇毒 被蛇咬到 被这个 响尾蛇咬到 那个 台湾的白布蛇 你说老师 我们试看看 你不用试 到没药的时候 你再用嘛 你不要回去 扎个白布蛇 来试看看 不需要 那这个 好 临床上使用的时候 这个 一般来说 我们就是三千 好 有时候重击的时候 用到五千 好 五千 那如果说 我们外用 也可以打成粉 涂在 咬伤的伤口上面 好 一般来说 我们用解毒的药 诸位记得 我们取他的 迅结的时候 取他的迅 结的时候 我们希望他 到身上 很快的去 把毒素 综合掉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 汤记 汤者荡眼 那你不要神经病 去加个甘草进去 懂不懂我也是 甘草是缓 那你减缓他的速度 我们需要 要比较缓慢的 发挥的时候 慢慢进去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到 甘草 有的药跑太快了 必须要用甘草 有的药 有的时候状况是尾急 你必须要 要让药走得很快 这个时候 你不要加甘草在里面 比如说 我们前面开的 沥水的药 比如说 桑露 甘水 圆花 大吉 这个 缺牛 这种 浸药 我们在供 供的时候 我们一般就放红枣 去保护胃 你没有放个甘草 这是外行 这么会误人生命的 甘草就不能用 会让速度会缓下来 好 缓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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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